对它其实都已经凝结乳化 我们没有加任何的乳化剂 没有加任何的奶油 没有加任何的糖类 但它就是完全把水果乳化 其实可以吃到冰淇淋的美味 可是呢也吃尽健康 没有吃尽任何的添加味 怎么样健康的吃冰 我们把这个凤梨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去冷冻起来 一定要冻隔夜 它虽然冰冻了 但它还是凤梨天然的血清素 那就是香蕉 还有就是天然的抗忧郁药物了 它有B6还有多巴胺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很好 对我们的心情也很好 对足起我们肠道的这个防御线也很好 一个可以帮我们抗发炎 因为它有类黄酮抗发炎 那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肠道 这两个蒜石纤维都很丰富 然后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消化 自己打这个冰淇淋给小孩子吃 当然你也可以不要这么多料 我们今天实在是打比较多的料 有的人喜欢加点那个鲜奶 我也比较没有加 加鲜奶是比较好打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冰淇淋模式 对的 冰淇淋第二汤 放下去 好 冰淇淋就完成了 好冰淇淋就完成 真的乳化的非常的好 来来来 可以看一下它冷冻凝结 它可以直接做倒口 完全凝结了 对完全 来来来 然后现在是芒果冰淇淋 可以做芒果冰淇淋 也非常好吃 更好吃我以前 我跟你说 有哪里就能玩 isst公司 有哪里是 还有一个冰淇淋